麻煩的英國報應 這邊有兩條線可以選 一個是二線,一個是善線 就看你要玩什麼囉 現在既然是走善人路線,那就接這個吧 善人 我是好人 好好好,我還要證明我是好人嗎 旁邊還有一個 還有啊 這次的好像比較遠 都不拿碎片,在直播的時候盡量不拿 那些東西我私底下再慢慢的自己收集就好 咦咦,上面有敵人 哎呀,有人質 我選的這麼薄啊 躲貓貓,躲貓貓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回血速度好慢喔 這附近沒有七點的地方 只能看我的神走位了 只能看我的神走位了 會玩二路線嗎?不會 對 警察受到攻擊 需要我去支援 這彈有盾嗎?有啊有啊 可是要到後面一點才能拿得到 欸,沒飛 欸,你怎麼飛下去啦 別起來了 欸,我只要抓到一個任務就成功了耶 剩下這兩個不用打耶 這雜客怎麼怪怪的 一直慫恿我做壞事 我們真的是朋友嗎? 他有到哪去呢? 進化 進化 雜客是損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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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這邊也是教學關卡 這邊其實可以直接溜過耶 那個之後上傳到youtuber的可能會直接剪掉 因為沒有什麼劇情 這招其實很爛耶,我可以不買嗎? 這好像是... 好吧,這系統逼我一定要買 這個三星光劍 超級爛,超不好用的 可是他逼我買沒辦法 他效果是這樣子,可是射速太慢了 勝速實在太慢了,不使用 好,又一個新的能力解鎖了 這個就非常實用了 立馬來買一下 他不會把那隻狼狼殺掉 他就是為了我們來 放鬆一下 如果我們可以跟Bertrand聊天 他會知道那隻狼狼是 誰? Joseph Bertrand,領導人的軍事 他最常常是瘋狼的 但今天他在前面對聖 Ignatius 不覺得我們有選擇 我們需要抓那個男人 然後找到那隻狼狼 OK 告訴我,Mr Bertrand 直接去抓人家老大媽 這會不會很大膽啊 我們要趁人家演講的時候 直接去抓人家老大媽 哇 晚上 我們會做到最嚴重的傷害 在這個城市的殘酷 在這個城市的殘酷 一起 我們 看見 摩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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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摩託 美 很可以使 摩託 усп 明 發生 摩託 哦哦哦哦, 哎呀, 先要做一次, 兄弟 因此他死在了 equipped 你必須所思的 嘿, 兄弟, 我不是去哪裡 我的 兄弟, 这些 碎小的 老 connected 那就是這個城堡 而且他們都是你和嘴巴的人 師父 也是我的警察 我們會把他們捕捉! 然後把他們殺掉! 欸他好淡定,他超淡定的欸 惡魔來了 這個城市可能就是因為這些惡魔的關係 所以他們非常排斥超能力者 他們以為這些怪物就是超能力者所弄出來的 他逃跑了 不太多時間,Lagre I can't keep up with one foot I only need to get into some higher ground 哎呀 怎麼是這個廢招啊 忘記把那個招式給換回來了 好大包喔 別想跑 我先把招式換回來 看你多會跑 抓到你了齁 抓到你了齁 還是很淡定耶 這個大叔你也太淡定了吧 哇 哈哈哈哈 被尻了一下 哇 這大叔 我有點漸漸的喜歡上他囉 他充滿自信的樣子 還滿有魅力的 直升機啊 直升機來了 就拿車子丟他吧 幹 尻我的頭 砸到了齁 看你囂張 再來打我的頭啊 不過這磕頭好像好髮無傷的樣子 一點傷痕都沒有 找到了沃爾夫的線索了 好 我們去看一下吧 在哪裡呢 這邊 炸彈恐慌 有奇怪東西卡在牆上 我們瞧瞧 欸 已經有人在圍觀欸 欸 他們是一點嘗試都沒有嗎 這個聲音滴滴滴的 一聽就知道是炸彈啊 那你們在圍觀什麼啊 Oh no 一靠近就爆炸了 哎呀 就說嘛 不做死就不會死嘛 一群 都不知道該怎麼念你們呢 碎片炸彈欸 有一個了嗎 這不要命的警察 啊 有一個了嗎 這露西也真的是好人好事代表啊 跟扎克不一樣 扎克一直叫我做壞事 而露西就一直叫我做好事 每次玩不到半小時就開始通運 那我就玩半小時就休息一下 這樣對眼睛也是比較好 他們下個任務是尋找沃爾夫 搜尋沃爾夫 目標出來了 他還拿著一個大手電筒 真的是不想發現你都難 沒想到這個 他也蠻幽默的嘛 這次玩到這個手電筒 呃 你到底要去哪裡呢? 喔,他走進了一個房子裡面 好啦,我們要把這個路障先處理掉 這麼不堪一集 下面還有露一隻 還有第二個路障 第二個路障在前面那邊 喔喔,喔喔 這個是 人死光了 這個路障的人已經全部死光了 而且剛剛那奇怪的聲音是 哇,出現了 兇手就是他吧 他把這個路障的人全部都殺光光了 這個怪物 這個應該也可以算是 小BOSS的等級了 我都閃掉了 這傢伙的話 就要利用 汽車 丟他 一般的攻擊 打,不會很痛 出來出來出來 欸,他在房子的後面 又衝過來了 閃掉了 喔唷,好近 在哪裡呢,在哪裡呢 房子的另外一邊 我們等他過來吧 不要過去 欸,他 對不起是被卡住了吧 他不過來 哎呀,沒砸到 你還真會砸呢 你不累嗎 我都累啦 哎唷,哎唷,哎呀 啊 住手 我對怪物沒有興趣啊 我只給妹子撲而已 欸,紫箱 紫箱有殺傷力嗎 我們來看一下 他居然被紫箱給炸死了 哇 紫箱居然也有殺傷力 這太有梗了 你看看 居然被區區紫箱給擊敗 安息吧 廢物 真的有夠遜的 好好好 我來了 欸,這個角度看有點像摩根-弗里曼耶 他看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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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被拷問的樣子啊 沒有受傷 欸?怎麼不能彈飛啊 我換一下技能這個射速太慢了 這追兵勾到我眼花撩亂啊 前面也有 再追兵勾到我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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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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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西被帶走了 什麼 關鍵的路 怎麼就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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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糟糕了 沃爾夫死了 路西被抓 扎克 輪到你了 要講話就快點講 老子 現在心情不好 別反過 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聽一下秘密訊號吧 這個第一個已經聽過了 我們從第二個開始聽吧 首長武安 約翰是第一代的人 一倍 我把你介紹幾個朋友 寶貝 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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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 你現在保護了 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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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聽第三段 脫帽之進 诶 是伯特吹德的诶 什麼?他也是第一季子的人 那他怎麼會反對超能力者呢? 我今天那個小屁真的很怪怪的 好 我們接著看第四章吧 沒想到那個伯特吹德 也是第一季子的人啊 曾經 第五段 誒不對 是第三段 啊 第四段啊 我在幹嘛 右上角那個可以離世 約翰升遷了 現在是一個大陸 也不是很大陸 那是一個大陸 最大的負責 有關 是一個大陸 有關 他又會說什麼 Vermont expanded its operation 43% in the last 5 years You stay where you are And send them to the sphere 呃... 胸罩 欸不對,這聽過了 欸不對,這沒聽過 He said that I had an important destiny That I'd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I used to be a skeptic But many of his predictions actually do come true 他的預言當然會成真啊 他是未來人欸 凱斯勒是未來人 我發現這個錄音都是跟約翰有關係欸 The race sphere Kessler sent it out by Courier It's one of the labs I thought He must have set the timer God 爆炸了嗎 喔...就是第一張 啊不是第一張 是第一代的一開始 那個小伙子指的就是克爾 非常強大 非常強大 I don't believe in coincidence He's got to have some connection to Kessler I agree He's definitely a person of interest 看著他 欸,你怎麼不動啊 There are a lot of conduits cropping up Far more than Wolf predicted The city is full of them 這車怎麼不動啊 所以約翰真的是也是一直 觀察著科爾啊 我們看到哪 我們看到哪 蛻變嗎 他自己也想得到能力 可是他現在卻正在這個 反對超能力者的立場 也是個自治人嗎 這傢伙 得不到我就要摧毀他嗎 目前還看不出來這傢伙有沒有超能力啊 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 觸發 機機 搭界 車廢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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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廢 被人 開 從 不要 因為凱斯隊就是科爾啊 我是招蛇惹誰啦 為什麼我聽到直升街聲音要來打我的樣子 這個墓地不能隨便進來嗎 這個秘密訊號可以聽到很多劇情 可以把劇情都串起來 這個沼澤污泥我們 之後應該會遇到他 他獵殺超能力者嗎 最後一個勒 Augent Quo File G58 妮可斯 我現在可以很確定了 妮可斯 我們之後會遇到他 這妮可斯可以說是一個亞馬遜 亞馬遜女戰士啊 非常強悍的一個妹子 這個蠻有趣的一個人啊 好啦這個一到十都聽完了吧 也是知道了蠻多劇情的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吧 感謝大家的收看 觀看